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说一说我的体会 我认为唱歌它就是一种气功 通过气息的能量转化为声音的能量 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注意的 通过气息的能量转化为声音的能量 在我们身体里来运行 唱歌的同时也是我们在锻炼身体 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做一做这个纯颤练习 它可以让我们发声经过的所有的器官和位置 都得到疏通 所以建议大家活到老做到老 每天做每天练 我们可以选三首大家自己熟悉的歌曲呢 做一些纯颤的练习 一般初级我会建议大家吹一吹小星星 拿出一句就可以了 注意不要在这里 错 当我们这个很好的能够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再吹一些个稍微有一点难度的歌曲 比如我一般建议同学们吹颂别 大家听尽量把音调提高一点 先吸气 然后把声音要立到这里有一定的支持 当我们这个做的比较自如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再吹有一点难度的歌曲 比如说大家都认为比较难的一首歌 清脏高原 我们拿出一句来练习 通过这样的练习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你连说话都变得比原来好听 因为它在声音的通道里面自带浑响 说话还变得轻松 亲切 清晰 请大家加油 坚持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